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的时候 那个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如果碰到有吃醋过头的时候 又该怎么样因应 那来宾会分享什么一些案例呢 好 一开始先欢迎现场所有来宾 针对今天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有 资深媒体人罗有志 退休刑事警官高仁和 律师王世平林妍珍 及两性专家苦林黄月衰 我们会讲说如果要吃过头很恐怖 因为这是最近在周刊里面的一篇的报道 恐怖情人残杀丹恋女母亲 一女三狗相失命案 杀完以后 有志 这个案子 而且他们有真的交往吗 因为他那时候 刚开始对记者讲的时候说 然后后来警察问完笔录 跟我们记者讲没有 那我们记者最困扰 就是到底有没有爱到还是爱不到 因为那很关系的你新闻怎么写 然后标题怎么下 他是这样子 他从以前他就喜欢这个女生嘛 然后在学校里面 关着这个女生怎么漂亮 他怎么不错 然后就很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那时候他有男朋友 然后他就觉得说 如果你没有男朋友 我会有机会在一起 那他是不是很喜欢问这句话 那女生的回答常常会有很多种 有的人会说不可能啦 我跟你不可能 那就好啰 对 那还简单 那就简单啰 但是如果他说 再说啦 到时候看我分手的心情 女的就选 类似比较第二条路 他跟他说 你就看到说我状况嘛 他觉得说 我这阵子对你都不错 所以我应该有机会 所以他那时候更狂 但是后来女生有类似跟他讲说 他妈妈啦 因为这个女生跟他妈妈比较 有一种母女很好 那种感情很好 什么事都跟妈讲 妈妈什么事会关心女儿 我有男朋友 我什么全部都跟她讲 虽然他妈知道有这个人存在 然后他妈有跟他暗示说 应该不会是你啦 应该不会是你啦 我女儿的意思应该也不是这样 那他的爸爸 因为爸妈离婚 他爸爸也跟那个男生讲说 我们家大概不会是 挑你这样子的男生 结果他心情都不好啦 他跑到国外去 跑到哪边去工作 希望把自己淡化 把自己冲淡 结果没想到回来之后 我跟你講有时候电影讲照话弄的 韩剧不是很喜欢玩那种 电梯上去电梯下来 对 两个人凑身过去 结果去买同一个东西 一个人选完之后 放下来另外一个人拿走 他们就是这样 他又听说这个女生好像 又还在单身 他们觉得说他应该还是有希望 就这时候他妈妈 我觉得这母亲关键 为什么会后来是杀他妈妈 因为反而是这个妈妈 每次要买菜 搬家具 那种东西他会说 会叫他来帮忙 应该是说这个男的主动说 阿妹 我搬三家 通常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男生 一般阿妹会说 不要啦 这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但是偏偏就跟他女儿有点像 好啊不然你来搬搬搬 一次两次 他 你自己想 这个男生会觉得 我是人家怕谁 应该是这样的 他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就是认为说我们在一起啦 不然你妈干嘛没事找我 搬家也是我啦 要修理那个浴室也是我啊 他几乎对他家是如暑假之 所以他最后才有办法 在浴室里面去做那个事情嘛 然后 他后来发现真的应该是不太可能 就是他妈妈那种话 最后激到他了 然后那天就动杀鸡 所以你看他熟到什么地步 他熟到先把那个皮箱 先放到 从后面爬放到浴室 你可以从这个段落 你可以知道他对他家多熟 这个男的 大概就布置了一些东西 然后还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 浴室都流水了 你看他熟到 他可能这个动作 一般人如果叫我 跟我说你这个浴室 我大概会慢慢偷偷去看 他是熟到说 他妈妈直接过去看 他胖就一刀 就把他妈妈宰了 然后因为狗在旁边叫 三字马尔基斯 他跟着连狗一起闷到浴缸里面 把他闷死 闷死之后 就把他捆在皮箱里面 就把气势要带走 他还想 因为那个心里面的执念泡不掉 他还想说这个女生 那时候我们也记得有两个想法 他是不是想跟他 因为他是跟他说 你妈妈在我手上 那你跟我 其实已经杀掉了 已经杀掉了 那你跟我一次 play一次 那我就把你妈妈放了 那女生呢 在电话里面引一约 就知道这男的怪怪 他觉得好像口气跟平常那个形容不太一样 所以他没出现 就没出现 那后来那个男的就自己跑去 自首报案 然后整个案情才水落石出 然后 现在这个男生是被判20年 女生我们去访问的说法是说 我根本没他跟他在一起 但男生一直说我是他的男朋友 但是警察边问的时候边生气 就每一点一滴 警察是一点一滴问 就是你跟他有 一个礼拜出去几次 一个月 有没有出去有没有住过 没有啊 那你怎么跟他在一起 我就居然跟他在一起 是警察问 比如问到最后 抓狂 谁跟你在一起啊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警察这个话 我们就相信了 然后最后我们才写这个 就是从来没在一起过 但是单恋他 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女男生被当工具人 OK 事情很简单 他跟这个女的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为什么知道没有关系 连警察都骂他 做都没有做过 你算什么女朋友 那第二个 他在女的房间里看到 他男朋友的照片 抓狂 你连他房间都没有进去过 他照片是一直放在那里的 所以可见的这个女的 确实没有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这个妈妈 有问题 为什么 大有问题 因为这个妈妈 完全的是在利用这一个人 你看他怎么骗进去房子 他说 我送早餐来给你 他就叫他上来 无缘无故人家送早餐给你 不知道已经送多少次了 是不是 所以你 你女儿对人家没兴趣 你叫他送早餐干什么 对啊 然后他舅舅也证明说 他常常开车 看到他那个凶手开车载他妈妈 所以你完全就是利用 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对你女儿痴狂痴迷 然后你还不设法阻止保护你女儿 结果你还利用他来做 还给他一个暗示说 我女儿没有男朋友 我女儿如何 所以导致 这个人本身当然是不正常的人 那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妈妈这样推波助澜 也不至于到这么严重 刚刚库林说的是很明确的 他是在 不管是暗恋还是热恋还是什么恋 他是对他的女儿是有情感 而且很明显的 那他就像认为说 你都叫我去做事情 我就是工具人 可是有伴子的心态 就是我可能会跟你女儿结婚 所以这就是我们丢我们家 丢我们家好这头 所以我就要来这边帮忙 做这些事情 是理所当然为了讨好未来的丈母娘 所以像这种事情 就要直接跟他讲 我们家你也不要来了 对啊 刚刚有志就说 你如果说你女儿不喜欢这个男生 那这个男生要拼命追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 你再利用他去做工具人 这个恐怖情人的这种局势 是你提供他舞台的 你就干脆 刚刚有志不说 如果是普通人就会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 就是对方热情 或者讨你喜欢 或者惨媚 你都可以拒绝 你就是不想去惹这个麻烦 你不要给人家机会 然后给人家机会 就是等于给人家希望 那你希望再跟人家说 我们要跟你分手了 他受不了 我觉得是做过头了 因为我为了这个 我有去问了一些女生 因为通常这是 漂亮的女生会遇到工具人 我发现很多女生跟我讲说 养工具人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 等一下 林医师是吗 漂亮 养工具人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夸胡沉默 那就是 那就是 对 通常一般是这个样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以上你的话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你的沉默会代表答案就是yes OK 没有 其实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 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是说 比如说对方来帮助我们 以后他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互相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 可是人家摆明的时候要追你 但前提就是 一定要像有志哥刚刚讲的 就是一定要告诉对方说 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男女朋友 先讲清楚之后 有些人他还是可以接受说 之后我们就是当朋友 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男女朋友 我等一下要去高雄送我一趟好不好 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在 这一些 你看到这些恐怖情人 都是很老实的 很孤雅 像我们这种人绝对不会做恐怖情人 对 应该是 想拿我当工具人 我没想办法睡 所以你已经很客气了好不好 男同学疯狂追求 大胆发言 令林严正律师 吓破胆 那时候在准备司法考试 那大家都会泡在读书馆 这个男生他就是下午的时候 都会送一些点心来 他就会说 这个是我们同学聚餐 然后剩下的 而且他们每一次吃剩下的 都心到不行的那种 但是你拒绝他的时候 他就变成很激动 有一次呢 就在校园里面我就遇到他 那我就打算要跟他 谈清楚这件事情 讲的时候他还讲了一句话 我更害怕就说 像我们这种人绝对不会做恐怖情人 对 应该是 然后当工具人 没想办法睡 你已经很客气了好不好 他本身就是恐怖情人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女生不要贪这种便宜 不要把男生当修电脑最好用 因为电脑不熟悉 对不对 然后帮忙扛东西 然后Uber司机 接送一下 对接送 你就去利用人家 那这种 像我们这种人就会想说 你叫我接送 OK 我直接开到Motel 对不对 再说 那问题是那些老实人他就不会 老实人他就会觉得说 我因为不会表达爱情 所以我为你做这些事就是我的感情 就我的表达方式 你既然经常叫我做 你接受 那就是你接受我的感情 一旦发现说不是的时候 哇 他就抓狂 他就疯了嘛 所以真的我觉得 现在女生坚强 独立自主 自己有本事赚钱 自己有本事 何必去贪人家的重品 如果真的不得已好 你要请你帮我修电脑 好 我准备个小礼物送 两不相欠 你不要欠他任何情 表示说 给小礼物他会不会更误会到 他还送我个礼物 那就更有意思了 不用送太好了 比如说众苦灵的书就可以了 这样吧 我听 但是我们现在是站在女生的角度在看 我问那些女生说 这些男生怎么看女生 她说他们有个名词 另外一个名字叫召唤兽 叫就来了 或者叫驼兽 就是他们的名词其实都不太好听 然后说他们的心态就是 只要被灵性他们就很开心 就是他们不会想说一定要在一起 这些人只要女神跟他说 今天帮我做一个什么 他就哇 有人叫我做什么 他们不会想说我得不得到 我说那他这样子引起 所以跟大家问一下 我如果再努力会不会得到 他们不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他跟我讲 我跟他讲这个案例 他说那就是超过了 all over了 就那个 就像古琳大哥讲的 他妈妈或者他做的那个 已经超过到 他认为说我开心的第一步 是给他的希望是比那开心更大 所以最后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好这个案子后来破 他们村子里面是留言到说 他们母女都跟这个男的有关系 对 甚至他们村子里面有这种留言 换句话说这个妈妈 可见他有跟这个男的多亲近 多长在一起 不然人家不会无缘无故说你 所以那个是过度力使用的工具人 所以他就把整个情绪后来都发现在 就直接在他母亲身上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台湾造假的新闻太多了 对对 所以可能是假新闻 就是当初的留言 所以后来村子里很高兴破案 就证明说这个女生是清白 OK 可是你说这种就是暧昧 我们刚刚讲说那个 如果讲男女朋友交往 总有一个暧昧期吧 现在很少有那种大 我要追你 OK 好 现在开始交往 没有嘛 大家交过男女朋友都知道 就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时候 然后倒就认定了 然后什么什么往下走 呃 女士以前有碰过像那种 让你感觉到死缠烂打 或者恐怖情人的吗 嗯 有欸 而且我身边的女性朋友 很多都有遇过 是吗 你碰过什么样子 嗯 有一个是 我觉得我有点害怕了 好 因为那时候在准备司法考试 那大家都会泡在图书馆 那我都是固定大概11点走 那其实11点那个时候图书馆 大概就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法律系的 好 一种就会计系 嗯 法律系很好 就考会计师跟法官 对 律师的 对 桌上就是六法 然后一个是计算机 可是有一个同学很特别 他的桌上都是那个什么 武器大权 什么图鉴的 这个男生他每次都是跟我一起 刚好11点要离开 所以我们在门口就会遇到 那遇到久了之后就认识了 大家都会打招呼 后来就是他就是下午的时候 都会送一些点心来 那他送来的时候都会讲 你也收 他送来都有讲理由了 他就会说 这个是我们下午就是同学聚餐 然后剩下的 那大家都吃不下了 他请你帮忙吃这样 那一两次大家都说好啊 这样没问题嘛 同学嘛 可是久了之后 次数比较多了 你就会知道怪怪的 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他们每次吃剩下的 都包得好好的 对 然后都心到不行的那种 对 那你就开始想要拒绝了嘛 因为怕他是对你是有意思的 那可是你们双方 这个认知不同 但是你拒绝他的时候 他就变成很激动 而且他就会强迫你要收下来 那因为图图馆都很安静啊 他就会用一种强制的 就是要把那个点心留在你座位上 等等的 有一次呢 就在校园里面我就遇到他了 那我就打算要跟他谈清楚这件事情嘛 免得他会有误会 讲的时候他就很激动了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 其实我有点害怕 中间他还讲了一句话 我更害怕 就说 我也是有信誉的 那我觉得 对 那跟我们的关系真的跳 跳痛太大了 我就想说糟糕了 这个不是我可以应付的对象 因为我也不是这种专家 后来我就想说 而且那时候都在念刑案 我的脑里面 你可以打电话 给苦林跟王老师讨论一下嘛 请留一下电话 然后那时候呢 那时候都在念刑案 然后就想说糟糕了 这个校园凶杀案 马上闪过脑海里 就想说不行 这个的话一定要保持距离 后来就换个地方念书 你换个地方念书 就这样没看过他了 对 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在哪边念嘛 这样至少说 可以远离这个危险 他这个案子 大家电视机前面的女生可以学习 他就 第一就是断然切关那个关系 让他没有地方可以再去找他 就你也没有后面的遐想 对 很多人是采取 我不理他 所以继续在那个图书馆 可是你不理我他更火大 所以他给你随时 你是暗的他是明的 你是明的他是暗的 随时跟你怎么样都不知道 不是刚才其实 沿诚有一段 我觉得因为有一些女孩子 像刚才有志讲的 也许长得漂亮或什么 他觉得人家当工具人是应该的 或是人家送一点点心或什么 他会觉得是应该的 或是有一点炫耀就别人都没有 对 我有 我有驼寿 对对对 就有这种 怕的就有这样 慢慢慢慢就延伸出来了 可是也不是只有 男生 那个女生这样 女生这样 男生也是 我曾经辅导过一个案子 后来他们和解了 他就是一个男生 就是 长得不错 所以就把很多女生暗恋他 他就把那些女生当差遣 彤哥不用摆思绪 大家都看到是你 对 然后就 就帮他洗衣服 送东西 买东西 甚至于他买车票干什么 就也是把这个女孩子 使用当工具人 这个女孩子也是觉得 大概觉得说 他是因为我喜欢他 才会叫他 后来这个男的就有了女朋友 有了女朋友以后 这个女的当然就受不了 就吃胃了嘛 就夹丑功 你为什么不是对我很好 他说没有 我帮你当妹妹 那这个女孩子 结果就有一次 他还是继续跟他说 好啦 没有关系 那我已经知道你不爱我就好了 他说对啦 你不要介意我们就是兄妹 我还是会照顾你 我将来怎样 你结婚我会好好什么 都说得很好听 大家就一起编同 就是兄妹这样子 可是这女的怎么感心 被当兄妹 于是乎他有一天就跟她说 那个某某人我买了便当 我们一起吃好了 结果他就在他的便当里面 放了蟹药 蟹药 还好是蟹药 那个女的说 本来他是准备把它放安眠药 而且是重要安眠药 可是他那个卖便当的人跟他讲说 他说他那天去买便当 他就说那个男的喜欢吃滷肉 所以他要一碗滷肉汁 滷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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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他是罪犯 后来他就是放了泄药 那个男的真的是泄到送医院 送医院以后他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你没有泄我有泄 那女的还跟他坦白承认就说 我从今以后不再是兄妹 我们是仇人 所以我是陌生人 我今天只给你尬洗 你以后不要玩弄女人的感情 他就因为是个案嘛 他就跟我说 真的 黄老师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变他的意思 都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在刚刚说的 人的情感方面的认知上是不一样的 不过刚才黄老师讲的 就算只是摆泄药 摆泄药也会构成伤害罪 真的喔 伤害健康 而且是故意的 那个男女可以从兄妹开始 不能以兄妹结束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 想要有办法亲近她 她不愿意结束 我帮你当妹妹 那慢慢慢慢的这个界线会磨骨 也许我们就有机会 可是你居然最后是说 你一个人好的钥匙 我们讲这个恐怖情人 第一名就是李莫愁嘛 神交瞎离的嘛 李莫愁为什么变恐怖情人 跟那个陆展员交往 两个明明就好好的爱着 现在忽然你就去爱别人了 然后说我跟你只是普通朋友 然后还请你来参加我的喜宴 难怪还要杀人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双方造成的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怕 恐怖情人的首部曲就是跟踪 那种骚扰的那种感觉 说实话 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 有跟踪有什么 可是老师觉得那个就 就是陈处不到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 就很多人对于这种东西 会觉得很头痛怎么办 阿兵哥持步枪逃兵犯案 电梯内远景人人自危 我如果没记错是海军树战队 那个逃兵跑到东江路 六楼的一个办公室 打死了两个女生 到现场的时候 电梯的行径当中 他说 中方歹徒持步枪 各位小心 天哪 持步枪 那个电梯又小 每个都笑我那么大声 怎么办 他刚刚挤着那个缝 要按门离那个单身装饭 好像有一个挡的地方 那个电梯好像在坐 人生走马灯 好像要去千堂那种感觉 虽然我们现在的 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 有跟踪有什么 可是老是觉得那个就 就是 惩处不到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 就很多人对于这种东西 会觉得很头痛怎么办 事实上现刑法跟 刚刚像林律师刚提到这些行为 第一个相关的是 现场防徒法它主要规范什么 是你违反人家意愿 而跟性有关的行为 比方说什么 开黄枪啊 传一些色情图片啊 偷拍啊 那这些都构成性骚扰了 那性骚扰法事法的处罚 就是罚一万块到十万块的 这个罚还 那可是这个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一万到十万 那一般来说行政警官 一定是从最低开始罚嘛 那罚一万块不痛不痒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 它有限缩在跟性别有关的行为 那可是如果单纯只是送东西啊 或者是跟踪啊 这种行为规范不到 那我们很常在什么日剧啊 电影里面有看到说 日本好像很常有这种跟踪 跟踪啊 什么监视啊 这样的事情 那实际上日本事实上 他们做过统计 他们每年大概都有 两万件以上的跟踪案件 所以日本他们特别立法 立了一个叫做 纠缠行为防治法的东西 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台湾的内政妇大概就学了 就往日本的法律去参考 那 现在出来一个草案啦 立法院还没有过 OK 那它里面规范的是什么 第一个 你心里面是 你基于爱慕 或者是怨恨 基于这两个动机 所产生的比方说 跟踪 监视 送东西 然后比方说打无声的电话 这种东西 全部都算在这个 这个纠缠行为里面 所以要基于爱跟恨 对 基于讨债可以吗 可能不行 那你要用什么法 那基于这样的东西咧 可是爱跟恨也很抽象 所以这个草案 这个草案现在有一些学者 在批评的就是说 他已经把这个要件给限缩了 对 那如果我说 我又不爱他 我又不恨他 不是 其实根本不要爱跟恨 你只要是 对我有这种纠缠 或跟踪这些 就可以用 可是现在草案的 他大概主观要件有限缩在这里 OK 那大概是这样 我们刚刚讲的 除了这个 规范的这几种行为的话 第一个 他跟信账法防治法一样 他一样是储1万块 到10万块的罚还 看起来比较轻对不对 可是 你如果两年之内有再犯的话 那他就会发一个 类似家事保护令的东西 发一个禁制令 那你如果发了禁制令 你还是违反 那跟家事保护令一样 你违反的话 我们可以除到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主要是往这个方向去 请问一下 有统计说所谓的工具人 大概有拿几种类型吗 就会常常被当作工具人的话 工具人我之前好像在媒体上面有看过说 媒体有做过一个 一个 统计 那第三个是修水电 修电脑 对 那第四个是来付钱 我不管我今天吃过吃过饭还是干嘛 你来帮我买个单 我觉得这个是最没道理的 就然后你这样叫人家来付钱 天下哪有白吃过午餐 可是一定会有这种人 一定会有这种人 真的喔 那第五名就是 我跟男女朋友吵架了 然后我找你来诉苦 那大概是这前五名的行为 就是 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做这种事 那你大概就知道 你自己额头上写三个字 工具人 喔 好悲惨喔 可是如果说真的想想讲这些 我就想高警官 一般上这种感情纠纷 其实警察最头痛的碰到几种案子 有一种就是感情纠纷 就你们吵你们的 干嘛把我们警察拖进来 但是怕的是有很多时候 搞到最后就是出现大事啊 对 我在从警的生涯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案子 以前松江路 那边有个家家保龄球馆 那边很多都是公司航号 那时候我在分局服务 处理那个案子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逃兵 我如果没记错是海军陆战队 那应该三年的 那个逃兵跑到了松江路 就是在家家保龄球馆 对面那边有一排的公司航号 回去那边 当时上了六楼的一个办公室 就开枪了 开枪打死了 他带枪逃啊 打死了两个女生 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进去那个公寓 就是那个大楼 就是两个电梯 那电梯有点老旧 那左边还有个逃生梯 那我们就分批有人搭电梯的 那我们就把枪都拿起来 因为听到无线电讲说是有枪击 但是没有讲什么 就只有枪击而已 OK 那我们在电梯的行径当中 他说 对方歹徒持步枪 各位小心 听到持步枪 那个电梯又小 每个都像我那么大字 怎么办 他就都挤在那个缝 要按门里那个 大家蹲 有一个挡的地方 三四星五言九句一直骂 一直骂 六楼要出来 来不及按五楼 也来不及了 六楼一打开 那一刹那 因为办公大楼有两种 一种是电梯打开一刹那 前面有个空地 那是一间一间的在后面 另外一种是他直接一开 就是一个玻璃门 就是一个公司行好 对 我们也不晓得那是什么 都大家都蹲着蹲 站着站 你们怕人家门一打开 人家就拿枪扫射 就拿步枪在门口 因为无线电梯一直喊 各位小心 各位小心 不管才没事 你喊大家 大家听着怕 那个电梯好像在坐 好像要去那种 人身走马灯 好像要去天堂那种感觉 后来那个门就 很慢很慢打开了 那我们就 真的我们五六个人 挤在电梯里面 大家都飙行大汗 枪就自己拿出来 就远远看到一个大约在 四五公尺 就有一个板凳 一个光头的年轻人 旁边有电梯一起开 一起开我们没人敢出来 然后一打开之后 就看到一个年轻人 穿着个白色的衬衫 一把M16的步枪 朝着他嘴巴 跟我们喊 你们不要过来了 一声就走掉了 那一声就走掉之后 全部警察都看到 全部啊 那就开始 这种很震撼 你第一次看到这种 第一次在你面前 砰那一声 那个整个屋子里面 步枪的声音 那种在你耳朵 汪汪汪汪汪汪 你那时候根本就不吓呆了 吓到真的才能要试镜 那开始慢慢了解之后 发现说 原来这个军人是逃兵 以前军人最怕的就是兵变 那他写信 那种写信的 他不可能打电话 那他写信 跟他的女朋友 在那个地方上班 他那个女朋友 慢慢的想要疏远他 让他觉得有点像兵变的感觉 那前几个月之后 他写信里面的时候 据他的爸爸讲说 其实他一直反映说 他想要 回来台北 但是没有办法调回来台北 在军中没办法让你请假的 那他女朋友那边就一直跟他讲说 我现在公司很忙很忙 但是有另外一个女的同事 跟他走得很近 所以那个军人一直以为是 那个女生的同事帮他介绍个男朋友 所以他的心里怀恨 那就有一天利用休假的时间 背着那个步枪 从部队溜出来之后 放假出来就把枪带出来之后 直接到松江路 他那个办公室 先找他女朋友 步枪一拿起来 就直接往他女朋友身上 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打死之后 他的那个同事还在旁边 他说就是你介绍我女朋友 女朋友的男生给他的 还没有听他来不及解释 砰一声把他打死 高警官刚刚讲的那个是 在我们这个年代当过兵的人 不管是从成功了一直到部队 那个每一次到发信的时候 期待 罗友智 罗友智又来咯 来来来 不要嘛 对对 高仁和 哎呦高仁和 两风哦 很想你哦 对对对 然后念完以后 然后就发现古灵哥就一直在 在我前面等 在说我前面看 呃 不好意思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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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思 两个 两个星期都没来 你还在闭嘴 我 我 我 是 真的啊 那时候是每一个都这样子发 然后大家每个人都道成这样 尤其是 发到最后 有人一天到晚写给你 评论来讲 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都在一起嘛 在部队 你每天 如果是女朋友是谁 每个礼拜 那时候是每天一封 每天一封 每天的 结果到最后发现 到了下个礼拜 也会当了一个月以后 变成 一个礼拜两封 再下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礼拜一封 两个礼拜一封 最后两个礼拜一封 你就知道差不多了 我那时候 跟我的女朋友 我们是每天一封信 每天一封 他一封我一封 绝对没有漏一尖的这样 写到我们司令官看到我都说 王牌长 你那个南北两列最开的爱情列车 很不错嘛 是是是 希望你也贡献一点这种精神 给我们的革命事业 写到司令都知道了 对啊 可是刚刚讲那个 所以那个是那个年代 就产生不同的 像这样的一些寄托 但是刚从吃醋开始 一直讲到这种感情的寄托 王老师 尤其吃醋 有没有一些可以感觉 闻得到味道的景趣 然后大家近视前嫌 因为两个到里头之后呢 他就把它 热死之后呢 把它放到厨房 开瓦斯 制造那个就往里开 往里灌 就烧到了 就烧就烧死了 意外 但是刚从吃醋开始 一直讲到这种感情的寄托 王老师 尤其吃醋 有没有一些可以感觉 闻得到味道的景趣 男人女人都可以吃醋 可是呢 就是吃醋的成分 不要把它变成无限上干 要对方能够忍受 对方能够接受 你知道女人吃个醋 男人吃个醋 其实在相爱中的人呢 他是会沾沾自喜的 表示我有存在感 你在乎 对 他在乎我 可是如果说你变成是控制欲 然后嫉妒到什么都要干涉 然后要监督 控制欲太强 如果你 自信心够的人比较没有嫉妒 比较不会嫉妒些 那信心够的人也比较不会想去控制别人 可是这也要看 你爱对方的程度到什么程度 我看过一个很有信心的男人 就像柏林这样子 像你一样 像王律师 像在座的高仁和 还有罗友志 全部都点名了 就像你们五个男生 都很有信心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都很有信心 可是呢 并不代表他不会吃味 只是说 男人有时候的吃味不表现出来 他当场不会给你难堪 有的是会给你难堪的 但是有些呢 就会事后再跟你算账 发生在我自己个人身上 我年轻不像现在长得这么丑 我年轻 当然我现在因为 我现在体重跟我年龄成正比 所以就不能看 我年轻的时候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那有一次呢 我跟我先生去参加一个晚宴 那当时的我是相当的sexy 相当的性感 所以呢 国防部长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来请我跳舞 我就很开心就说OK 他是先问很有礼貌 问我先生说 可以 我先生当然风度说 当然 我只去了 我也跳很开心 没有到这个样子 结果呢 跳完以后呢 我回来 那我先生呢 就没有什么笑容 我也是没有去察觉到 可是呢 在回来的车上里面 他就跟我讲说 你今天跳舞跳得不错 这样子 那我说对啊 因为我很久没有跳舞了 也很开心这样子 他就说 你开心可是我不很开心 他说因为我不喜欢男人 搂着你跳舞的样子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叫我不能跳舞啊 表示风度啊 对 他就说 国防部长在我面前问 对 他说呢 这是风度的问题 那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做 他说 你以后应该回答说 我会跳舞 他就是还有风度 他是回来的路上跟你讲 所以这个可以沟通的 没有 我一个朋友也是 也是我当时的朋友 他也下去跳舞了 他先生就从他的座位上走人 走人的时候呢 大家以为他先生去上洗手间 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我们就问他说 为了什么 他就认为说 你当场给我下不了台 然后你回来我跟你沟通 你又认为说 还没话说 笑啦 不见笑啦 爱风浪啦 这些话出来 对有很多的女性 他会认为说 我只是跳个交际舞 为什么要让你这样子侮辱 所以这就是说 有时候你吃醋或者极度 你要有一个 知道说你到的要什么 我常常说 你极度或者 你吃味 你的目标是要什么 要男人提醒 你要提醒男人说 我存在喔 你不要假笑喔 这男人就说 我不会送喔 你不要打地雷 这都可以表达 但是就是不要把它变成是 无限上纲 到说你就是一个犯贱 或者你就是无耻 这些都没有必要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 那个太太她老公走了 然后黄老师 她先生是等到车上才讲 因为请黄老师跳舞的 是国防部长 然后请她跳舞的 可能是教育部长 或是文化部长 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北部怎么样 在我们南部很多先生是 太太学什么都可以 学瑜伽 学比拉提斯 学什么 什么太极导演 不可以学国标 有很多男人不喜欢老公学国标 因为你那个国标很多 一定要两人跳嘛 而且就是充满信誉嘛 你就两个跳探戈 你腿放在哪里啊 对不对 然后布鲁斯 拉麦拉麦 华尔茨 反正都是构体接触 请问一下 大嫂可不可以去学国标 当然 Course Not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 我 跟你学还是他可以在外面做 他跟谁学都可以 他如果喜欢他去学打鼓 他就去学啊 他学什么 我觉得你越要控制对方 其实你就越容易失去对方 对啊 像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太太有 跟任何的男人有发生关系 因为 他不可能再找到像我这么好的男人 是 是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就好了 因为古英哥已经做了最好的结论了 我也在 你看旁边有个无耻之吐 我在那边 但是必须承认一点 因为 因为古英哥 譬如说 像古英哥在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有收到你那个 包括笔啊 然后 因为 古英哥那个结婚的理是非常用心的 所有那些 而且 你会很注意大嫂的感受 所以你在跟粉丝如果照相的时候 你也会刻意保持 呃 我们家有家规 哦 就是说 你不可以动 拍照你不可以动 对 粉丝跟你拍照 有的尤其 有的又扑上去 对 有的又搂着你啊 攀着你啊 对啊 那我们只要不动就好了 他跟你一样啊 所以我两手一定放在前面 一定让你知道我手在这里 我没有在这后面 你放在这边 人家他是放这样子 对 我们就放在这边 那但是呢 粉丝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要接受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 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对人家动 对 OK 所以你说所有的那个吃醋 吃醋有非常多种 也许是包括职场上吃醋也有 跟为了真长官的宠爱 这个是一个在北部某个法院 那因为我们案件收进来 其实都会做成卷宗嘛 里面会有一些笔录啦 一些书证啊 等等的 卷宗很重要 就像你上战场的时候 士兵带的枪一样 好啦 那这个在法院里面 AB这两个同事 那他们A同事表现很好 长官就很喜欢他 那这个B同事呢 就没有那么受到长官的喜爱 那他就有点吃味这个A啊 那就想说 好 那他就想要害这个A 那有一天他想想就想说 卷宗这么重要嘛 他就把这个A的卷宗 打算把它偷走 带回家 那这个A就会被长官定啊 于是有一天趁四下午人 他就把他这个A的卷 带回家了 好 那A就发现啊 他就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因为其实我们办公室 都是人来人玩 公邮啊 送券什么的 还有监视器啊 监视器都在走廊 所以你也看不到 A就想到一点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司法单位 都有一个类似警察的机构 叫做正风市 那他就 他自己没办法找 他就去跟正风市 就说有这个状况 那正风市就开始查了 重点是说 这个B可能他后来也怕说 事情闹大还是怎么样 他想要把券还回去 这个B 其实他做事真的没有受赏试之外 他做坏事也不是很灵光 他就想了一招 他就说 他想要把它寄回去了 竟然他没有办法用放回去 又寄回去 可是这个卷宗 A4大小 又有点厚度 油桶塞不进去 他就跑去邮局柜台 要把它寄回去 那法院一收到这个卷宗 马上就通知正风市 正风市看这个信封上面 就有油搓 对 马上就找到这家邮局 就请他们调监视器来看 一看就是认识的同事 就是这个B 所以这个调券的A同事没有事 这个B就死定了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些雅量 去看别人说表现得好 我们给他鼓鼓掌 以后我们表现好 人家可能也会给我们鼓鼓掌 卷宗丢掉当然是大事 拜托很多当事人的原始的资料 或是一些证据或什么 全部都在卷宗里面 人家一弄掉我就挂了 我觉得法律人没有什么创意 真的吗 我们文人就不一样 文人会怎么搞 究竟苦林老师 遇过什么样的职场斗争呢 我觉得法律人没有什么创意 真的吗 我们文人就不一样 文人会怎么搞 这个某家先被报 从前两个主编 在争总编辑的位置 那当然大家心理各怀鬼胎嘛 那刚好报老板打电话来给我 找他 找我的竞争对手 那通常我们接到电话都说 他现在不在位置上 我等一下请他 我请他回电给你嘛 这正常反应 我说他去理法 好坏哦 上班时间 不是我 你是说那个接电话的 他就这样 然后就把那个人就干掉 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政府也好 事业也好 效率都不高 因为力量都用来对付人 不是去做事 OK 可是如果讲说 所有这些刚刚提到的 尤其因为吃醋所产生职场 感情所有这些 但是记得 也就是平常讲 会到你们笔下写的 都是蛮惨的一些的案子 刚刚 文学老师他讲说 自信 比较不容易吃醋 但是一个的话 如果两个都有自信怎么办 对啊 那个吃醋就更大 不得了 那个更大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 他就是 高一大焚尸案很有名 因为他 他们两个家境优渥 聪明 高一大不用讲 所以他们是算社会中的优秀者 全部考到高一大之后呢 喜欢上同一个女生 所以女生选择其中一个 就这么简单的剧情 完了 就没完没了 因为两个都优秀嘛 两个既然都优秀 我输了你 那只有吃醋一吐 那吃醋怎么办 就解决对方 姓刘的追到那个女生了 那姓那个黄的一定会说 恭喜你啦 那我们就做好朋友啊 那就到宿舍里面来 那我请你吃个饭 喝个酒 那大家进食前先 反正学妹就让给你啦 结果两个到里头之后呢 他就跟他喝酒啊 可能会聊天啊这样 然后就到 他就 其实脑袋里面已经想要把他解决掉了 他就把他烙壁 把他烙 当场把他烙死 烙死之后呢 把他放到那个 那个厨房 开瓦斯 然后把他点火 然后类似这样制造那个就是 反正大家喝完酒了嘛 要去煮东西啊 不小心瓦斯一开 就烧到了 就烧就烧死了 意外了 就把它固制成意外 然后 他那时候还很厉害 他用手机 传那个英文给那个 用那个死的 那个姓劉那个 传那个讯号 俊喜给他的女朋友 刚追到的女朋友 他是写几个英文字 问他医生头脑真好 他写 MAKE A FOOD 我正在做食物 MAKE A FOOD 然后就点点点没传完 后来我就 这个案情就可以逗了起来 没传完之后呢 就火烧了嘛 然后用那个瓦斯把它烧死之后呢 然后后来他就回到客厅 假装自己喝醉了 然后 因为烟嘛 所以邻居就报案 消防队来 然后他就还躺在沙发那边 把他叫起来 你 我喝醉了 我喝醉了 怎么 怎么了 怎么烧起来了 我朋友怎么被烧死了 因为他喝醉了 他喝醉了 怎么会这样 先生你不晓得他被烧死了吗 哎呀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然后警方就开始 一定会开始拿手机 上面果然 那时候传一个简讯 给他女朋友正在做食物 MAKE A FOOD 难怪会突然引爆瓦斯烧起来 这考虑真的很周详 非常非常周详 警察到现场一定开始 正在那个尸体验尸 那个头有撞到 其实也还好说话 喝醉酒 因为现场真的找到两瓶威士忌 剩下一点点 撞到这也合理 然后撞到之后呢 这边那个舌根被咬断 这个你们就会觉得怪了 一般不会 就算 外力 要外力 就把这个舌根弄断 但是有人去那个 舌骨 对那好 然后后来 那个男的一定没事嘛 因为不小心嘛 然后煮焦 这个消防的那个派车叫做煮焦 就煮饭烧焦 但是呢这个 女生就觉得怪 因为说他才刚才刚刚在一起 然后他就跟警察讲 两个都在追我 诶 那两个都在追 对警察来讲就很敏感 那一定要把他问仔细 有一个刑事小队长就很聪明 先给他酒册 先给他酒册 喝到酌醉 因为到时候会变成成堂证供嘛 如果譬如说已经一点多了 他确实可能烧的时候 很茫 很茫 我没办法那个 后来 就他酒册只是零 这些东西在警察的心目中 已经知道怪怪的 就这男的他自己也知道应该藏不住了 医生嘛 聪明 然后他就自己 就只好他去要找律师 他说要最后把事情解决 然后这时候整个事情 当办案久了 跑新闻久了什么久 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奇怪这男的不是说要来自首 对 为什么时间过了还没来 那时候该有的人全部都出现了 那个小队长 因为他知道他酒册零 赶快冲过去 带下方队破门什么 发现他里面烧炭自杀了 已经烧炭轻生了 已经把自己解决掉了 所以那个 这两个都很优秀 后来我们去采访他们家里面 两个都优秀到几点 家庭又好走 又豪宅 两个又是念医学系 然后又是一精英 又长得帅 什么都好 可是游子你说 我不认为他是自信的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自负的地步 刚刚所谓人有信心 自信的人就像刚刚林律师说的 你要有哑量 你懂吗 这哑量是不容易的 那自负的人就是认为 我输不起啊 然后呢 我面子丢不起 所以这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OK 好 可是从前面一直到现在 黄老师可不可以 因为说实话 感情的世界永远就是这个样的 我相信这些事情还会重复再出现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好啊 我就是认为说 嫉妒吃醋都难免 尤其在男女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不是只有爱情会 我们亲情友情都会嫉妒 都会吃醋嘛 可是适可而止 你要刷一下你的存在感 如果对方发现你的存在对他是那么重要的 他自然会回馈给你 如果你刷了存在感 用吃醋或嫉妒来刷存在感 可是对方认为也无所 也不怎么样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不要当愚蠢的人 然后折磨自己或者要去伤害别人 你就认为说 也许他不是那么看重我 我也自重就好 不需要把自己的存在 必须由别人来肯定 其实我觉得 我最近在做一个有声的课程 就是 那有一句话就讲 所以像你 像这医生哪有聪明 你把对方干掉 女生就会爱上你吗 不会 对 你一定赔上自己的性命 或者赔上自己的自由 所以你为了毁掉别人 你也是毁掉自己 所以你其实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你如果辱获着这个情人 这个情人心里就是你 你根本没有情敌 所以我真的是没有情敌 不是我自大 我是自负的 他基本上是自卑 当你能够真正的得到对方心的时候 其实其他人不重要 因为他眼里只有你 就像我眼里只有我太太一样 那是就没有问题的 所以吃醋其实不成为问题 像黄老师讲的 就是做个小情趣 双方的标准定好在这里 彼此知道规矩 不要预矩 那就好好的大家来相处 没有那么困难 OK 那偶尔喝一点 像水果醋或什么的话 会感觉口感很 但是如果要叫你把整瓶醋 直接灌下去 你绝对受不了 如果要再酸到强酸的那种 那就一定会伤到极限 所以呢 中间的拿捏 这个各种 各种玩味 就靠大家自己去体会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黄老师 谢谢古琳哥 非常谢谢收看 真正有吃我们下期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